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来到2022小林国际财经颁奖典礼 有请主持人小林 今天我们将会颁出十大奖项 来一起聊一聊2022年里边表现最好的和最差的 个人公司和国家 众所周知啊 我们的小林财经奖可以说是国际财经领域啊 含金量最低的奖项 我们其实就是想通过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 咱们一起回顾和总结一下 2022年里边一些比较值得关注 或者有意思的财经事件 我要是碰到那种比较有意思的奖项 或者候选人呢 咱就多聊两句啊 你要是就想看颁奖呢 就可以往后跳 下面所有的奖项都有小林国际评审团 共同商议决定 可以说啊是毫无权威性 如果你有意义呢 以你为准 好那废话少说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奖项 我们为什么要先颁这个表现最差的公司呢 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名字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怎么评论呢 就我挑选出了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这些巨头公司 然后看他们2022年的表现 按百分比来说啊 下跌最多的公司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候选者 他们分别是 这些巨头啊 下跌全都超过了50% 而这里头跌的最多的也是 小林杯最差表现公司的获奖者就是 特斯拉 截止到12月30日 特斯拉一百分之六十八的跌幅领跑 而Meta则一百分之六十四的跌幅 屈居亚军 注意啊 这个奖这块我再强调一下 我只选了那些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头 咱刚颁奖的时候 它是按百分比算的 但是如果你按市值算 跌的最多的其实是亚马逊 截止到12月29日 市值下跌了8750亿美元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 咱们这七个候选人里边 其实有三个都是半导体公司 这里边啊 英特尔其实有自己它不少的问题 不过啊 你要是看AMD和英伟达过去两年的股价 跟标普500那么一对比 其实在2021年缺新的时候啊 是风光无限的 所以啊 2022年虽说一方面需求下滑 另一方面啊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对它俩的打击都不小 不过这波下跌啊 更多的可能就是回调 好 看完表现最差的公司啊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表现最好的公司 小灵杯2022年度 表现最好公司 咱们还是从市值1000亿美元以上的巨头里边看哈 像2022年涨幅超过50%的 一共就三家公司 而且非常不出意外 全是石油公司 我宣布 小灵杯2022年度表现最好公司的获奖者是 凭借着78.32%的涨幅 雄居榜首 2022年能源危机嘛 所以呢 这些石油公司趁机大赚一笔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啊 你要是仔细看石油价格 其实从6月份就开始慢慢回落了 但是呢 不管是XMobile还是Severon 其实都摆脱了跟石油价格的共振 而屡创新高 同样是石油公司哈 沙特阿美的表现就没那么好 你说是为啥 其实啊 也是因为这俩公司 他们抓住了石油价格高赚钱 那个机会 进行了一系列 页岩存储和炼油厂方面的投资 市场呢 就特别认这步棋哈 所以呢 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走运 顺便提一嘴哈 在美股惨淡的2022年 股神巴菲特老爷子 依然保住了不赚不赔 这里吧 最大的功臣 就是他股票持仓里排名第三的 Severon 老爷子是从大概20年底买入的 在他身上 少说赚了有100% 这个股神 有时候真是不服不行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灵杯2022年度 赚钱最多上市公司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视频提到过 也没什么悬念 获奖者就是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又是个石油公司 它大概一年狂赚3000亿美元 是第二名苹果的两倍多 注意啊 这儿我评价的时候 是按利润 就是earnings 收入减去成本 你要单看收入算呢 其实还是老牌巨头 玩嘛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灵杯2022年度 身价上涨最多个人 候选者分别是 香奈尔集团董事长 阿兰韦特海默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新多多创始人黄征 印度实业家 阿达尼集团董事长 阿达尼 根据Bloomberg富豪指数的信息 这几个候选人在2022年身价上涨 都超过了100亿美元 那么我宣布获得 小灵杯2022年身价上涨 最多个人奖的获得者是 全球第三富豪 亚洲首富 印度实业家 阿达尼 是不是还有些人 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其实一句话也很难说清楚 他在印度 因为有个巨大的集团 就叫阿达尼Group 主要是做印度基础设施的 盘盖了能源 电网 港口 媒体等等 2022年的能源危机 和供用量短缺 让他这个阿达尼Group 受益匪浅 而且印度的股市 本身就比较坚挺 所以他自己的身价 就暴涨了420亿美元 同时 因为欧美这些富豪 在2022年 可以说是集体身价受挫 就让阿达尼一年之内 从富豪榜排名第14 一下跃居到排名第三 仅次于阿诺德和马斯克 同时也超过了 他的印度同胞 安巴尼 成为了亚洲首富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龄杯2022年度 最惨个人 这奖项呢 我其实也没想好 什么特别好的名字 所以我暂且就叫他最惨了 大概呢 就是总结了一下 2022年里边 不管是主观原因 还是失误 导致的一些结局 比较悲催的人 就包括进监狱的 也包括身价暴跌的 这个奖项啊 可以说在2022年竞争 真的是异常激烈 候选人里边 包括了两位 在商业史上都数一数二的 超级大骗局 一个全球大头条 还有两位商界大佬 我还是稍微强调一下 这儿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颁奖呢 也纯属就是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形式啊 大家听一下就好 候选人1 马克扎克伯格 这个是小扎的 2022年的身价走势图 从年初的1300亿 跌到年底的450亿 一年之内暴跌了850亿 就是他身价的65% 跌出了一个中国首富中闪闪 再加一个马云 这个呢 其实也是因为Meta公司 各方面业务的走势 主营业务这边广告啊 受到了TikTok的冲击 再加上隐私风波的影响 就让业绩不断下滑 元宇宙这边呢 毫无起色 但是还得不断地往里烧钱 这才有了这个股价走势 候选人2 伊隆 马斯克 马斯克在2022年的身价 从2700亿美元 跌到了1300亿美元 跌了140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啊 这相当于跌出了 三个扎克伯格 或者是一年前的 一个扎克伯格 所以你要看 那个跌的绝对数量 那马斯克肯定是 跌的最多的人 也把世界首富的宝座 拱手让给了阿诺德 就是LVMH集团的那个头 他的身价暴跌呢 也是因为特斯拉 尤其是在10月份之后的 股价暴跌 其实这一年吧 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厂 日子都不好过 类似的还有像拉里佩奇 比尔盖茨 贝索斯 尤其是这个贝索斯 他身价下跌这数 放在哪一年 绝对都是这个奖项 最有利的竞争者 但是2022年 不得不让位 给扎克伯格和马斯克 候选人3 伊丽莎白霍姆斯 霍姆斯在2022年11月 以12项欺诈罪名成立 被判刑11年03个月 这个艳血公司 Feranos的创始人 被很多杂志上 评为史上最大骗局的缔造者 他就凭借着一双大眼睛 和三寸不烂之舌 以一个女版乔布斯的形象 在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情况下 就创造出来一个 可以拿一滴血 去代替之前一管血 进行大量检测的 一个神奇机器 满天过海 骗过了投资人 记者甚至整个市场 这事儿其实在201718年 就被爆出来了 但是它是在2022年 被判刑的 所以也进入了 我们今天的入围名单 候选人4 李兹特拉斯 他是英国历史上 第三位女首相 以一个震惊市场的 迷你预算减税方案 促成了英国市场的大崩潭 他是2022年9月5号上任的 10月20号就辞职了 就待了45天 也是英国历史上 任期最短的首相 候选人5 山姆 班克曼 福里德 我们一般简称他为 SBF 他是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的创始人间CEO 年仅30岁 2019年创立FTX 仅仅18个月就计升了 全球排名前四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 2021年12月 被Dcrypt评为 年度最佳CEO 2022年5月被时代杂志 评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身价巨估算高达100亿美元 结果2022年11月 就在6个月之后 FTX突然宣告破产 2022年12月 这哥们在巴哈马被逮捕 并被指控八项欺诈罪 也是继霍姆斯之后 又来了史上 又一大惊天诈骗案 你看这几个候选人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诈 那么获得小令杯 2022年度最惨人物的是 SBF 扎克伯格和马斯克 这俩虽然身价跌得很惨 但是人即使跌了 还有那么多钱 霍姆斯这事吧 虽然骗局很大 但是也过去那么多年了 今年只是宣判 英国首相特拉斯 这几毕竟也是好心 但是最后这事办得不太好 而SBF呢 你看这雷爆的 确实够大够突然 前半年 还是百大影响力人物呢 现在被抓起来了 我看评论区 也有很多人对SBF和FTX 这个事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 就非常快速简单的过一下 这大概是怎么回事 SBF他父母 全都是斯坦福大学 法学院的教授 自己毕业于MIT 主修物理 辅修数学 你一听这背景 是不是脑子绝对是好使 14年毕业之后 就去了华尔街 一家非常赚钱 也非常有名的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做ETF的交易 而干了三年之后 2017年的时候 SBF就跳出来 成立了自己的料化交易公司 叫做Alameda Research 注意啊 这个公司非常重要 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AR 这里边缩写有点多 SBF FTX 又来了个AR 这个AR呢 它其实主要做的是 加密货币的交易 因为这个市场 当时还不太完善 所以有大量的套利机会 也确实赚了不少钱 但是小哥觉得 这还不够 所以SBF就看准了 加密货币的风口 在19年4月的时候 成立了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并且凭借着它优秀的背景 连续几轮吸引了18亿美元的融资 业务也迅速壮大 SBF呢 逐渐成为了 加密货币行业 最亮眼的星星 甚至啊 有人把这个天才少年 称为Crypto Saviour 就是加密货币救世主 而我们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救世主 实际上它干了些什么 你看看 它同时控制这两个公司 一个是FTX 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一个是AR 是自己的交易公司 你一听这俩就感觉 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 对吧 所以他们俩应该是 尽量尽量地去独立 而实际上 他俩的账子都乱了 他就把FTX这边 80亿美元用户的钱 借给了自己的交易公司AR 这AR呢 又去买大量的FTX发行的 原生加密货币 叫FTT 来操控它的价格 然后剩的钱呢 去进行其他的加密货币交易 其实就是通过自己对称基金 去实际地买这个加密货币 就显得他们FTT很火 来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投资人 拿了用户和投资人的钱呢 再反过来借给AR 去加密货币市场豪赌 并且这个AR还借给了 SBF本人5亿美元 去买Robinhood的股票 敢多乱 大家确实也没想到 SBF就这么明目张胆 在所有人眼皮底下 就这么打左手倒右手 真的就跟霍姆斯 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麦道夫 如出一辙 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家一直很信任 他就这么优秀的形象 慈善啊 天才啊 接地气啊 你别看现在监管都这么严格了 嘿 就愣是没有人往那去想 之后赶上了Luna的崩盘 整个加密货币市场都惨遭滑铁卢 那他FTX交易这边 业绩肯定大幅下滑 AR这边啊 具体的交易策略我不知道 但你想过去两年那么赚钱 那2022年行情翻转了 就肯定亏得不轻 据说真的是亏得很惨 你说啊 SBF这俩公司正常情况下呢 是可以左手右手相互帮帮忙的 但现在市场这么一崩 呃 两个手全瘫痪了 乌漏偏逢 连夜雨啊 这时候啊 又有人爆料 FTX偷偷借钱给AR做交易 FTX这边立刻遭到挤兑 直接爆雷 11月份 这俩公司都宣告破产 也引发了加密货币市场的集体暴跌 三天之内啊 市值蒸发了1500亿美元 大家这时候啊 才后知后觉 美国的司法部 证券交易联会SEC 以及资产机会交易联会 CFTC 全都开始调查 起诉相关人员 其中啊 AR的CEO和SBF 都各自面临最高超过100年的监禁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铃杯2022年度 最一波三折并购案 候选一 微软收购动式暴雪 2022年1月18日啊 微软放出一个重磅炸弹 说要以687亿的现金收购动式暴雪 当时暴雪的股价是65美元 那就是说高出收购价格50% 如果这个收购顺利完成的话 这将是游戏史上的第一大收购案 这个动视暴雪啊 其实就是一家特别大的游戏公司 像什么魔兽啊 守望先锋 暗黑 还有什么来着 使命召唤 Candy Crush 全都是它的代表作 你看我这个不懂游戏的人 这大多数都听过 如果微软成功收购的话 它就将成为仅次于腾讯和索尼的 全球第三大游戏公司 而且这600多亿 人家可是要用现金买 手上确实是有钱 其实它手里的现金量 仅次于苹果和谷歌 不过这么大型的收购案 市场也知道 一般很难有一帆风顺的 所以你看动视暴雪的股价 就是它原来不65吗 收购价是95 就一直在那七八十之间徘徊 就说明市场觉得 这个微软拿下来也有难度 果然12月9号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就提起了诉讼 说你们先别急着收购 你这个有垄断之嫌 我得来查查你 2022年4月14日 马斯克宣布要以440亿美元 邀约收购推特 结果推特用读完计划进行抵御 可读完计划实时还没几天 推特这边董事会 又突然决定接受了 马斯克440亿的邀约收购 没想到7月份的时候 马斯克突然把推特告上了法庭 说没按照之前说好的方案 去处理机器人号 得那这收购八成得黄了吧 10月17号 突然马斯克又说 我不告你了 我要继续收购推特 10天后正式入驻推特 成为了他新的拥有者和CEO 2022年5月 半导体巨头 Brockom宣布要以61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VMware VMware就是一家做云计算 和虚拟软件服务的公司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退市那期提到过 而你知道这个DEO里边 玩的最溜的是谁吗 其实并不是两个公司 而是戴尔的创始人 Michael Dell 你是不是就有疑问了 这俩公司并购 该戴尔什么事啊 回想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VMware 可是从戴尔公司里边 spin up 就是拆分出来的 那当时还是2021年的事 那时候 虽然公司是拆分出来了 但是Michael Dell 就是戴尔的创始人 他手里还拿着 VMware40%的股份 结果现在半年内 这么一拆一卖 Michael Dell 直接套现200亿美元 你就说6不6 结果又是在12月9号 我们刚刚说 微软被告反垄断 就12月9号 说无巧不成书 这个Broadcom也被告说 你涉嫌垄断了 可是这次挺逗的 这两个美国公司要收购 够他们的竟然是欧盟 那么我宣布 获得小林威 2022年度 最一波三折并购案的是 马斯克收购Twitter 虽说这三个地友都算是一波三折 但我觉得马斯克收购Twitter 真的是太离奇曲折了 又搬出了什么读完计划 这个我之前讲过 就当时我在准备稿子的时候 那叫一个头大 刚写完稿又出新闻了 又得改 马斯克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又得改 你看这么大个地友 440亿美元 就跟闹着玩似的 可能对于马斯克来讲 真就是闹着玩似的 我们刚刚说 马斯克在10月份 终于经历了一波三折 成功收购了Twitter 但这还没完 马斯克本来进去之后 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就大搞改革 想搞那种subscription的会员制 然后为了缩减成本 就大量裁员 裁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人 后来发现 好像裁大了 裁多了 又赶紧跟人家说 没要裁你 你赶紧回来 又开始往回捞人 结果这么闹了 大概两个月之后 就质疑声越来越大 12月19号的时候 马斯克就在Twitter上 又发布了一个投票 他不就很好 这种民意投票吗 就问民众说 我应不应该卸任 Twitter的CEO 结果有1750万人 参与投票 这里边57.5%的人 都选了 Yes 就是你不应该 当TwitterCEO 然后马斯克两天之后 就说我听你们的 然后就发了一个Twitter 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 愿意当TwitterCEO的蠢蛋 我就立马辞职 现在是不是挺乱的 现在马斯克自己 都形容Twitter 是一个隐情 已经着火 即将坠落的飞机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铃杯2022年度 GDP增长最快 这个奖还挺有意思的 我下了好多数据 我跟大家说 我是怎么排的 我是拿的IMF的数据 它就把各个国家 2022年度预测了一个 真实的GDP增长率 这个就是根据 前三个季度的真实值 加上第四个季度的 预测值得到的 注意一下 这里边是真实GDP增长率 就是通过调整了 通过膨胀之后的 那个增长率 我觉得要是就简单粗暴的 按国家排 就可能对我们了解 全球经济帮助不大 所以我把全球 又分成了15个区域 就比如北美南美 什么东南亚东亚 东欧西欧等等 增速最高的几个区域 也就是我们的候选人 分别是中东 东南亚 主要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南亚 其实主要就是印度 下面我宣布 小林贝 2022年度 GDP增长最快的区域是 南亚 我先插一嘴啊 其实这15个区域里边 增速最快 并且遥遥领先的 是加勒比地区 达到12.4% 不过呢 这个区域确实太小了 就GDP加起来 才1000多亿美元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奖项 颁给了第二名的南亚 加勒比地区 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啊 主要也是因为 它前两年 在底下挖着石油了 所以就是literally 屁股底下挖着宝了 你要看全球GDP增速 最快的国家 前五名啊 有三个都来自于 加勒比这么个 小不点的地区 其中贵亚纳 更是57.8% 遥遥领先 雄居榜首 来 说回来啊 说我们的获奖者南亚 它2022年 真实GDP增长率 达到了6.8% 所以说啊 我们之前说 比较悲催的斯里兰卡 也属于南亚 不过它毕竟体量比较小 南亚最主要啊 还是靠印度 占了南亚总GDP80% 就6.8这个数字啊 其实跟印度之前的增长率 比也不算很高 但2022年 确实全球其他国家 都相对比较萎靡 而印度呢 的出口和服务 也在2022年上半年 是出乎意料的坚挺 虽说全球的总需求在下滑 但印度呢 其实主要还是靠内需 靠自己 就相对比较隔离和独立 所以大家都在下滑的时候呢 它就显得很突出了 我们再顺便稍微多看两眼 这些国家的GDP数据 毕竟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整理的 你要是想看下个奖 就可以跳过 咱们候选人里头的 另外两个区域 中东增速5.6% 原因我就不多说了 咱们都说能源危机 石油这些东西 它主要的贡献国家 就是伊拉克 科威特 沙特 东南亚增速5% 主要的贡献来自于 越南和马来西亚 那我就看这些国家 GDP的增速 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挺神奇的 就是爱尔兰 它的GDP增速 估算9% 甚至有些估算 说它能达到10% 是所有西方国家里边最高的 而且你知道吗 爱尔兰的人均GDP 已经达到10万美元了 是印度的40多倍 就这么高的人均GDP 还能保持10%的增速 这就确实很夸张了 那它为什么能增长这么快呢 其实都来自于一个 非常主要的产业 就是制药 你讲疫情嘛 那制药产业活跃 这很好理解 而爱尔兰呢 又是全球非常重要的 制药中心 就全球的前25大医药公司 像什么 辉瑞啊 强盛啊 罗氏 这里边有24家 都在爱尔兰 有主要的基地 制药业呢 也在爱尔兰贡献了 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 制药业啊 也为它人均GDP这么高 做出了非常拙劣的贡献 拙月的贡献 拙跌的贡献 你看爱尔兰啊 十年之内 能从欧债危机 房地产危机当中 迅速地出来 和它的邻居英国 甩开那么大的差距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之后我们可以有机会 再聊聊爱尔兰啊 我横向对比了 超过50个国家的 主要股指 就想看看2022年 哪个表现的最好 咱都知道 2022年全球股市 其实都表现的一般 所以我也没预期 谁就能大涨 我跟你说 这个第一名 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就你要知道 排在第二的巴西股市 上涨的是6% 不到 你猜这个第一名 涨了多少 来我给你两秒钟的时间 猜一猜 它上涨了将近2% 也就是说 一年之内翻了三倍 而更让我吃惊的 是这个国家 因为很多人 甚至认为它的经济 在崩溃的边缘 你再猜猜是哪个国家 我小林就不卖关子了 好 我宣布 小林被2022年度 股市表现最好的国家 得奖者就是 12T 你睡着纳闷了 土耳其不正在经历高通胀 经济萎靡 各种动荡吗 就整天看新闻 全是负面的 你说它股市怎么就牛了 我跟你说 就这个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他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你要知道 在21年的时候 土耳其的通胀 就已经飙到20%了 你说这要按 传统经济学理论 那就货币紧缩加息呗 但这老先生不 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利率 是所有恶魔的父亲和母亲 就mother and father of all evil 怎么跟骂人似的 所以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这老先生就命令央行说 降息 你们不要管通胀 听我的 降 直接把土耳其通胀 干到了80% 而且这还是官方数据 实际上可能更高 而土耳其的利率呢 就一降再降 从19%降到了9% 你想啊 你要是在土耳其 通胀有80% 银行利率才10% 你收留了钱怎么办 你肯定不存银行啊 那你只能投资 买股票买房子买黄金 就有大量的钱 流向了股市 这才看到了 我们一开始看到 那个壮观的曲线 不过大家注意一下 刚刚我们说翻三倍的股价 是用土耳其里拉计算 你想土耳其那么高的通胀 里拉本身也在贬值 所以它股票上涨 实际上肯定没有三倍 那么夸张 你要看iShare 用美元发行的土耳其ETF 其实只涨了80%多 我都没想到这儿 我竟然会用纸 那你说为什么埃尔多安 会用这么非常规的手段呢 他其实有一套 自己非常独特的理论 而且这个多多少少 跟他的信仰 就伊斯兰教有关 因为伊斯兰教 是非常排斥利率的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有机会我们可以 再聊聊土耳其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奖项是 小铃杯2022年度 最稀缺商品 2022年 各类投资品里边 大宗商品 可以说是极少数 表现非常亮眼的 我们就拿期货市场 来作为评判 下面这几个 都是这一年中 长得比较猛的 也是我们稀缺商品的 候选者 煤炭 锂 还有法国的电价 这几样东西啊 在2022年上涨 都超过了100% 那么我宣布 小铃杯2022年 最稀缺商品奖的 获奖者是 美国的鸡蛋 我给你 这不是我开玩笑 确实是美国的鸡蛋 你看2022年 煤炭短缺 离短缺的大环境里边 杀出重围 美国大白蛋 2022年 价格翻了四倍 这是为什么呢 通货膨胀 会导致养鸡的成本骤增 但我跟你说 这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疫情 这个可不是我们说 那奥米克戎疫情 而是鸡的疫情 就是禽流感 二年的禽流感 导致美国死了 至少5200万只鸡 这才导致了 鸡蛋价格的飙升 好 最后就到了 我们本期颁奖典礼的 压轴大戏了 小铃杯2022年度 最受欢迎自媒体 经过组委会讨论 一致决定啊 我们要把 小铃杯2022年度 最受欢迎自媒体奖 颁发给小铃说 这是实至名归 众望所归 开个玩笑啊 其实也是想借着 这个颁奖的机会 感谢大家 对小铃说的厚爱 2022年呢 这个频道 确实发展得很快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 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 那2023年呢 肯定会再接再厉 做更多的好视频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继续厚爱 继续奉唱 以上呢 就是2022年度 小铃杯国际财经 颁奖典礼的获奖名单 不知道跟你想的一不一样 我再稍微多说两句话 刚才那个 最稀缺商品奖 我们颁给了美国的鸡蛋 但是呢 如果我们刨开 对商品这个限定的话 我个人感觉 2022年最稀缺的是信心 就是对未来的信心 对发展的信心 还有对和平的信心 2023年呢 也是个新的开始 所以也希望 市场可以重拾信心 也希望大家 就看完这个视频呢 至少能收获 那么一丢丢的开心 说不定你心情一好 拉着朋友出去 大吃一顿 这不也是拉动消费了吗 好 感谢大家收看 2022年本次的颁奖礼 祝大家2023新年快乐 一切顺利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